民进党启动修宪工程 昨天拍板最终的修宪提案 提出了六大改革方向 包含了废考间 18岁公民权 还有降低修宪门槛等等 不过现在草案还没有送进立法院 国民党团就先跳出来 反对降低修宪门槛 认为说不能天天都在修宪 喊话要先召开国事会议 那行政院长苏贞昌事也坦言 修宪门槛真的非常高 还需要凝聚社会共识 立法院民进党团一早闭门讨论 21号拍板的宪政改革草案 准备送进国会闯关 苏贵坦言并不容易 建法的改革门槛非常的高 但是民意的期待也很重 还需要拟据社会的共识 民进党办六大改革方向 包括考试院归行政院 监察院并入立法院 设立人权会与审计委员会 18岁公民权以及缩短新就任 总统交接看守期 其中降低修宪门槛 争议最大 你一方面容许修宪 但是一方面又设一个超高的门槛 那就等于是失去了修宪的制度的设计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去 大家来讨论 至于这个门槛的下降 我们这个比例应该到达多少 那我们相信各朝野大家可以来讨论 因为现行制度修宪需四分之一委员提案 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决议 民进党拟调降成双三分之二 国民党率先反弹 主张先召开国事会议再来谈 降低修宪门槛 我们绝对反对 一天到晚再改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国家 开一个国事会议 国事修宪会议 如果门槛不能降 这根本就是打假球 现在的双重高标 基本上我们的修宪议题都不会过 修宪看似跨出了第一步 但未来从凝聚朝野共事 到送出公民复决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解证圈列未成台报道